哈喽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厕所塔房啦各位我们的作者呢终于把这个合作伙伴伺服器同步更新上来了哈这意味着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这一只啊我们每日啊每日奖励的这三只啊单位呢都可以马上展示给各位了不用等第30天呢 啊老头呢就是在等这一个啊因为呢就是必须要等他把这些资料啊上传到这个合作伙伴伺服器啊哎我们才能展示这个30天的单位啊哎10天20天30天啊哎那现在呢这个游戏刚开始好像更新到现在也不过五六天而已吧啊我相信各位应该都还没有拿到这三只啊不要说这三只啊前面这个第十天这一只大家应该都没 没有吧那应该也有些人啊会直接跑去那个什么俄亥俄州里面的那个随机模式啊哎去里面应该有些人有体验过了好那之前也有人建议老头去里面体验哦啊我个人是觉得很麻烦哎因为那个是非常吃运气的我又不想要在那边吃运气啊太麻烦了所以呢我宁愿直接等合作伙伴伺服器开啊 就是就是现在了啊现在已经开了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展示给各位看好那上一集呢这个神圣单位跟这个马桶人呢啊哪只比较好用这个就就自行各位啊各位自行去看吧好吧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好了那就不多说了我们今天测这三只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作者的日志啊是怎么形容这三个单位的好不好我们现在画面转过去let's go好啦我们又回来了那这个是任务奖励的更新啊这个都看过了就不用看了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这个每日奖励啊每日奖励呢这三只分别为这个第十天的日历发言人啊日历音响人 这位音响者啊有一支铅笔他在厕所里写下卑鄙的话然后把纸扔向他们这会使马桶人因纸张锋利而受到损坏 这也让厕所变得悲伤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啊我在上面写骂你的话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再把那个纸撕下来然后往他身上丢 我是王八蛋然后就扣血扣20滴这样子吗啊感觉好像还蛮有趣的啊这个是第十天的单位再来是第20天的单位哦哎这个叫做秒表摄影师为什么叫秒表摄影师啊这个翻译怪怪的啊然后他上面写极限为什么是极限啊这位摄影师可以冻结四个厕所5秒然后呢会有10秒的冷却时间也就是说呢 冻结厕所5秒然后要等10秒才可以再发动一次啊他这边写说不过他的冷冻能力不强因此这只适用于强度低于50k500k的马桶 任何比巨型双叶双叶片马桶弱的马桶哎就是啊血比较少的马桶才适用啦血比较多的马桶他就没办法发挥效果这样 然后这边说当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添加马桶指数时将更容易看到马桶的强度啊所以说后面还会添加马桶指数是不是啊就像是那个七龙珠里面的那个战斗战斗测试测试的那个眼镜有没有啊战五渣这样子啊除了这次的攻击之外呢他没有正常的手臂 他有刀片武器啊反正这个机翻啊看看就好了看看就好了啊然后这个是等一下为什么这个没有直接翻译成中文啊这个叫做心弱电视人啊心弱电视人名字好奇怪哦 然后他这边写说这位电视人召唤会心啊对厕所造成飞溅伤害在最高等级时他可以破坏部分轨道 破坏轨道 是让马桶人没办法移动吗 直接卡在前面是不是在5M的强度下啊可以暂时停止厕所同时他们必须修复轨道 诶是真的呢他真的停在那边然后必须要等轨道修好他们才能前进然后他这边还刮胡说啊任何比后期无尽boss弱的东西 呃反正就是5M的强度应该是很多个马桶人都都会遇害就对了啦啊都是有办法牵制的啦 然后这边又写说当你升级他使他召唤的会心也会更大然后会有更大的爆炸半径这么屌啊哇害我都好期待他到底要怎么把那个鬼道给毁掉啊 啊待会可以来看一下好不好这就是这三只单位的这些介绍啊各位我们刚刚呢已经看完作者的单位介绍了 那我们现在呢来把它装上去哈这个心弱电视人秒伤是4万其实还蛮低的哎然后呢冷却时间是2秒2秒打8万这样子 然后他不是说会有剑射伤害吗是这一只有还是别只我有点忘记了才刚看完就忘记了啊不过啊据说他可以破坏轨道吗所以可能还有其他的能力啊伤害可能就不是重点的这样子 没关系我们把它撞上去啊只要一千块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啊这个是秒表摄影师啊秒表摄影师啊这个是有冻结能力的吧 然后两万五伤害秒伤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啊日历音响人秒伤一万五那我们再带上我们的dj好了啊带上我们的dj啊这样子应该可以增加攻速可以更强大这样子 好啦我们来打一下铅笔世界哦这个日历的这个范围好广啊我的天啊放这个地方看一下啊他会写什么 我怎么都看不到他写什么啊还来不及看就还来不及看就他好像是真的在写骂人的字是不是他写太快了啦 我看他写菜鸟了啊造成真实伤害这样子啊灰的很慢了其实其实是灰的很慢 对啊这个三秒打一下不行吧花个三百块升级哦中间穿插了一堆铅笔这样子 然后再花个四百哎好便宜哦再加两千伤害减一秒啊更多铅笔了再花个七百块七百块的话 这减一一秒打一下啊外观没啥改变哎是背部多的铅笔那再花个一千五加七千伤害另外一边应该也多铅笔吧啊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最高级的一秒一万五 一秒一万五来哦在那边写字骂他这边看不到了我要看这里的我只看到菜鸟很好怒吧哈哈笑他怒吧啊摄影师怒吧那个是摄影师吗啊什么西格马厕所写字骂人这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秒表吧啊这个秒表是可以冻结吗是不是 我看一下这个秒表的能力啊我看到这个秒表呢是可以冻结厕所 四个厕所有冻结到吗来不及冻结就已经不见了这样子还是他有技能他没技能哎 我看不到冻结啊 你的冻结在哪里啊这边再放一个好了哎呦 可是他只会动一只哎为什么 为什么他只动一只他不是可以动四只吗啊我们花个三百块加一千伤害啊中间之他中间是中空的我现在发现啊旁边是多了两个时钟是不是 然后用他的那个双刃做攻击啊还蛮酷的就是啊然后再花个五百块啊加一七五零伤害减零点二五 我用全身装穿盔甲的有了有感觉的 有感觉的哦他还把定住呢他还晕的是怎样放太靠近了是不是 再花个一千五加三七五零 哦他的那个手臂上面有电呢我开始接电了这样子 哎砍的还蛮快的其实 那挺快的再花个两千五 啊花个两千五加五千伤害 中间是不是多一个齿轮啊这是最终形态了啊 这最终形态了吧 我们再看一下 一开始原本就有齿轮了啦 对啊所以他最终形态好像没有加外观的样子 啊光是这两只就还蛮强的其实 感觉还算不错啦对啊 好啦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重头戏哦 可以让鬼道被毁掉的啊 辛弱 tv 面 这么大一只范围超大吓死人了 放上去 然后这个先把他给 哎把他给卖掉这个菜鸟还在笑死了是怎样 他不是说可以毁掉轨道吗 咦还是还是意思是错的 啊我们花个四千块加六千 伤害啊多了一颗隕石左边右边各一个 怎么跟那个上面叙述的不同啊 破坏部分轨道所以他的破坏部分轨道的意思是说 只是造成范围伤害的意思吗 你说好的破坏部分轨道在哪里 我没有看见啊 再花个一万块加三万伤害看一下外观 然后说破坏轨道到现在也没看见 啊这个是夸大奇词吗 是真的没看到啊 再花个两万五加四万伤害 呃外观就没有变了 哎点满才有哦 哎他这个点满效果才有出现呢 哎呀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会依照等级有了有了 好这个先弄掉你看 哎他真的堵在这里哎 太好笑了吧他是堵住哎 然后过一段时间才会消失啊 他的boss可以堵吗 我还蛮好奇boss能不能堵啊 他堵住了堵住了 呃boss好像也堵得住了 你看boss被堵住了 dj放一下 丢快一点 啊原本杀害是多少啊 诶怎么变十万的原本是多少 呃原本是八万啊八万变十万 然后原本是两秒吗 对不对变成一点五秒 灰的速度变快了 然后呢这个 啊骂人的速度也变快了 啊 超级会嘴 吵架王 哈哈哈哈 直接来个吵架王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秒动王 啊秒动王 为什么他的手长这个样子 他手怎么了 哈喽你的手怎么变这样子 穿穿着自己的脑袋是不是啊 哇塞这个 这个动作也太奇怪了吧 好啦各位 即将要迎来最后一波啦 我来看一下最后一波会怎样 啊出来了 哎他穿穿过去了 他穿过去了 所以说这个有5M以上的战力哦 5M以上的战力哦 啊直接把他给剁了这样子 啊我们赢了 哈哈哈哈 哎结果最后的boss会穿过去耶 哇 哇这太酷了吧 这个 好啦各位我们回来了 那各位应该也看到了这个 每日奖励里面所有单位的能力了吧 个人是觉得第30天的这个 新弱tvman呢非常的强大哦 哎这个新弱电视人很强啊 所以我蛮推荐这一只的啊 第30天这一只不过你们可能要等很久 啊可是我觉得啦 第30天搞不好这一只就没用了 你知道吗 搞不好有比他更强的单位会出现 因为呢下次改版哦 好像要出一个叫做印表机人吧 哎会印钱钱的 没意外可能是前塔啊 啊我们的神话前塔圣诞 圣诞老人那个前塔可能可能要被换掉了 会有新的前塔要诞生哈 哎这个可以可以先预告给大家知道一下好不好 好那一样呢啊在结束之前不免俗抽个奖吧 啊由于现在老头是在这个 啊合作伙伴伺服器啊所以呢我们抽奖不可能是这边抽吗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抽正式伺服器的啊 那我们要抽什么呢 我们抽这个马桶人好了 我还是觉得这个马桶人很好用 那不可能抽这一只啊 这只要等第30天啊 这个大家都没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不然我可能就抽这一只了 那怎么抽呢非常简单哦 只要这部的影片喜欢达到1000以上 订阅加小铃铛给它按下去 影片下方留言输入你的游戏ID 以及想要对老头说的话 不要复制贴上 就有参加资格了 知道吗各位 好不好那今天这个测试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头 我们下一集厕所塔房再见了 下一集再见 拜拜